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母亲因思念儿子过度变成怪物的国产灵异电影 灵异事件之母亲 男主的母亲重病住院 自从被切出医院之后呢就一直神志不清 并且只记得男主一个人 与此同时附近常常出现一只黑猫 而男主的妻子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还常常在儿子的身上发现猫毛 这天呢男主准备出差 离开之前呢 他将家里的一切交给妻子照料 男主走后 女主就发现儿子常常一个人对着空气玩 还将死老鼠当成玩具 说这是奶奶送给他的礼物 女主觉得不大对劲 晚上女主去送饭给病床上的老母亲 但是母亲呢依旧昏迷不醒 正当女主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在镜子里发现狂吃食物的母亲 女主没敢回头 颤抖着声音请求母亲离他儿子远一点 母亲没有出声 女主有点害怕 于是呢打电话给男主让他早点回家 两人打完电话之后 女主准备上楼哄儿子睡觉 却发现原本躺在床上的母亲 正抱着孙子哄他睡觉 多么温馨美好的画面啊 但是接着奇怪的事发生了 只见母亲像动物一样 舔视着孙子的脸 第二天 女主从床上醒来 她以为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做梦 但是儿子却说 昨晚是奶奶哄他睡觉的 女主实在有些担心 于是呢 叫来了母亲的心理医生 但是不管医生说什么 母亲都没反应 直到医生提到他儿子 只见母亲将全家福拿下来 抚摸着照片里的小孩 嘴里还念叨着 妈想你 医生提醒他 那个人是他孙子 不是他儿子 管你什么事 管 医生见此情景赶紧离开了 他要回去调查一下 有没有相似案例 女主越来越不安 晚上他哄儿子睡觉 结果被一向胆小的儿子拒绝了 回到房间的女主越想越不对劲 当他再次去到儿子房间时 发现儿子不见了 去到母亲房间一看 儿子果然在这儿 已经被母亲哄得入睡了 女主试着叫醒儿子 谁知母亲转过来 十分害人的朝他怒吼 此时的母亲呢 早已不记得女主 完全化成凶猛的怪物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主 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只能被按在墙上摩擦 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 原来是白天的心理医生返回了 母亲一听见声音 就下楼解决医生去了 女主赶紧将门关上 只听到门外传来 一声痛苦的声音 不一会儿声音消失了 传来一声猫叫 儿子说什么都要出去 说要去陪着奶奶 女主拼命的阻止 但是突然没有来的一阵头晕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儿子走出房门 被母亲带走 等男主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医生倒在客厅里 而母亲和儿子失去了踪迹 医生醒过来告诉他们 他母亲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病的失去了理智 再加上男主常常不能陪在身边 所以私子心切的母亲 将孙子当成了男主 希望在自己去世的时候 能有儿子的陪伴 在医生的提醒下 男主回忆起小时候 和母亲有共同记忆的地方 去到那里 果然找到了母亲和儿子 母亲看到男主 也终于想起了 谁才是自己的儿子 最后 母亲倒在男主的怀里 安详地去世 母亲对儿子的情感呢 恐怕是世界上 最无法割舍的情感吧 这个故事改编自 真实灵异事件 哈尔滨猫脸太太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